民国派其聚纽约成立大中华民国光复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地区的代表,日前其聚纽约宣布成立大中华民国光复会,誓言光复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从198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的30多年间中国大陆的中国近代史,反思热潮人年不断在反思中, 人们肯定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历史功绩,认定中国共产党用暴力颠覆中华民国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复辟,复兴中华民国重回民国的国统、法统、大统是推翻中共统治, 赢取中国宪政民主革命胜利最便捷的途径由此中国大陆民间涌现了人数众多的民国派,从而奠定了大中华民国光复会,诞生的基础,被推选为大中华民国光复会,会长的新浩年在光复会成立大会上致辞说, 民国派是被大陆民间反思运动催生的,今天在长江南岸民国派的秘密组织不像于1500个仅仅从力量上来看,民国派在大陆的人头可能比维权人士还要多包括共产党在内各行各业,特别是知识界需向民国, 抑郁民国回归的人有多少这是不得了的数字,还有国民党在大陆留下的几千万蓝二代,蓝三代甚至蓝四代,里面有多少民国派啊? 我认为民国派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基,除以经基本形成新浩年表示,大中华民国光复会,有着崇高的理想,并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他说我们有别于其他的民主运动组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有着很明确的复国纲领,具体目标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的理想就是光复中华民国 我们的目的,就是推翻中共在大中华民国光复会,成立大会上代表们决定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复国委员会,作为大中华民国光复会,的中间力量大中华民国光复会领导成员之一,来自澳大利亚的软节表示,中国国民党革命复国委员会,承认并归属现在的中国国民党中央 他说,为什么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复国委员会,而不叫别的名字呢? 中国国民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为中华民族的民主和文明而奋斗的政党 它是发动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改变而来的北伐,抗战最后到了台湾守住了中华民国,真正实现了民主宪政 当然,它也有很多问题,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 我们搞国民党革命复国委员会,是要继承国父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正面旗帜 参加大中华民国复兴会,成立大会的代表们表示 中共的极权专制统治已走到穷途末路,一个民国复兴运动,就要在中国大陆出现,他们将为此而努力奋斗 特约记者,CK河边申华网边郭杜相关报道,也谈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刘迪卢 被以受贿罪正式起诉,中共政局意向平生效益 刘青正是日后成为正国籍的张德江当年一手成就了高 聚方高新知识分子是习近平触发管制危机冒战,引发政治地震流和出局 清华教授许章润需恢复,主席任期至党政部和市长免职党大于政 习近平出访大撒币民众不满,大陆施压江台改名,44家航空公司全驱服评论 4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张浩从武汉反清复明现代天地会 2018年5月7日6点58分,匿名游客 中华民国万岁,2018年5月5日21点27分,匿名游客太好了 正是时候,2018年5月5日7点43分,匿名游客作为一个大陆人 感觉有这样的组织实在,太好了中华民国万岁 2018年5月4日,20点58分同步广播库 政变传言满京城习近平出访,被低调美国政府接连点名习近平 事情不简单沉破空,罗宇贸易战,引发习近平政治危机 俄平中美贸易战,北京已乱阵脚中共内讧,让我们保持冷静 王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准备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会有第二次世纪耻辱骂刘青冒战,引发政治地震 刘鹤出局从疫苗事件看共同底线将其升 美中两国在世贸组织激烈交锋,编辑推荐,也谈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流敌 谢谢大家